一家前 大家用秋天的選票 是不要這麼代表 所有國養隊 我會好信用 律委邱志偉 積極爭取2020年能夠再連任 卻在倒數關鍵時刻 被自己的親弟弟扯後腿 我二十幾年前 我就想斷絕跟他的關係 因為從小到大 他都是一個麻煩人物 我真的很難 很難把他當作 我自己的自己弟弟 會這麼急忙切割 全英邱志偉親弟弟 打著他的名號 四處招搖撞騙 邱志偉的弟弟假冒 拿下前瞻計畫補助的工程標案 還拿出跟中時營造公司的假合約 取信被害人 再三強調哥哥是立委 讓人砸錢投資 但拿了錢沒辦事 已經被看破手腳 他卻繼續拿立委哥哥 邱志偉的名號當擋箭牌 前後得手數百萬 邱志偉胞弟也跟著人間蒸發 沒想到被害人找邱志偉協助 卻得到一句 請你去提告 我並沒有人處理 我立即向警方備案 絕對站在這個受害人這邊 對我的這個士氣 當然會有一些影響 但我個人覺得這個 我也本身也是受害者 邱志偉胞弟花招擺出 還拿出跟邱志偉大帝的對話 意圖營造邱志偉之情 還說別再粗心下不為例 更講重話要報警連你一起告 斷絕關係 這下異語塵塵 那邱志偉對話也是他個人虛偽造假 他做任何事情要付百分之百的責任 今天我就會立即去向地檢署來提告 提告這個邱冠龍涉嫌防害名譽 23號才剛全力競選總部 力拼連任 綠尾邱志偉卻成了親弟弟 炸財吸金的活招牌 大動作切割 就是怕負面傳聞 拖垮選情